小鹿 不管太熟了 那手机怎么还是高兔兔的 我家的鸭水剪会有完美吃的了 假如这样的话 那不如今天和我们来 第二个手机可爱 好追 奶油胶 炸弹 来喽 都是一代精灵梦国 我买了两下了 有这么多的奶油胶 赶紧开始第二个 打开 每一款盒子都是发光的 找能不能抽出隐藏款 进入迷你王呢 哇 紫色的 它的名字叫夜之梦 还有六片超出那个翅膀的 好喜欢呀 第二款 嘿 是魔物头的小猪娘 看看它的腰上 它是小铲子和小汤匙呢 谁是蓝子的小花杖来喽 背部粉色的四带 我又少女星了 图上竟然长叶子了 原来是拿着弓箭的射手天使 再接下来 戴头盔的 是守护天使 没错了 继续戴皇冠的 是偷毒天天的精灵王子哦 我早肯定是我的 来喽 送来吧 哇 竟然是封面馆 拥有神秘魔法的魔法师 欧气满满 光红色的 原来是超梦幻的精灵公主呀 她的小屁肩 像不像一朵鲜花呀 嘿 好期待呀 原来是叶仙芝呀 就连她的头发 都不是一个颜色的哦 还剩最后三个 是一个超萌的送信小邮差 头上的小杏哥 也是萌萌的 最后两个 嘿 难道你是了号角天使吗 快把你的小号角按桌上 现在你就可以愉快地奏乐啦 最后一个 从该是隐藏了吧 怎么是个小动物呀 拿上了你的小灯哦 我们去挖矿吧 学习挑选了四位小可爱 来做手机客啦 我先来 我要来个最爱的红色系 先来个淡粉色 粉粉嫩嫩嫩的 很有少女心的感觉哦 另外半边有大红色 怎么样 这种卷是不是很像小泡面呢 奶油胶已经充满了 我去谁家装饰物了 把精灵公主放上去 我为她准备了这么多的装饰物 先来个小冰棒 全层蛋糕 冰淇淋 被咬了一口的圈圈圈 爱心也来一个 最后再来一个爱心气球 粉色系手机客完成了 来看我的绿色系 先来个深绿色包边 用漂亮的奶绿色打底 把我的送信小天使放上去 所有绿色装饰物都在这里啦 先来一个飞出不去的小气球 你们喜欢吃榴莲吗 漂亮的小花朵 也来一个再来一朵花 绿色的鲜岩肘 怎么还有圣诞树呀 我的绿色也太阳远了吧 来看我的蓝色系 我也要来一圈蓝色包边 再来纸上淡绿色的夹心 把号角天使放上去 这些是我为它准备的装饰物 先来个像榴莲一样的冰棒 小蛋糕放上去 奶油圆包简 来一块 blingbling的甜甜圈 用着眼睛的马卡龙 再来个气球 我的蓝色系手机客完成了 最后就看我的黄色啦 来一个油浅豆双剑变红 像不像妈妈吃的毛衣呀 精灵王子模糊啦 我的黄色材料也超豐富的 先插上气球 来个我最爱的奶油夹心饼干 下面也来一个 快看这个小猩猩睡着啦 小太阳还笑眯眯的呢 你们喜欢吃汉堡包吗 姜水菠萝 最后撒上橘子片 我的橙色系火力满满 四块手机客都已经完成啦 然后呢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 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呀